长行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2年的10月24号礼拜三 我们在上半场要来谈一谈新房子 为什么要谈新房子 待会Stanley会给您充分的原因 并且有人说2013年是新房子的一年 这个肯定是经过非常多的数据精密的分析和预测出来的结果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Stanley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Stanley您好 周乐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是的 我们的朋友们听众朋友都知道您是一个新屋的专家 在整个的Bay Area 那现在在新屋方面各个地方有没有什么update 我们很想要知道一下 是 新屋市场现在慢慢开始蓬勃起来 就是因为过去这10到12个月可以看得出来市场已经开始转了 新屋的建商也知道 实际上他们在去年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计划 他们的信息被我们找 那所以慢慢陆续有一些新房子的计划推出来 到明年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推出来 因为现在市场已经有很明显的迹象开始转了 现在的需求超过了供给 所以建商看到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市场变动的趋势 所以不管是在全国或者在湾区 我们未来这6个月到12个月之内会看到很多新屋的计划推出来 OK 好 那不同的地区有哪一些明显的新屋的unit讲给我们听呢 最近推出来的有几个在东湾在Fremont靠近Maurie & Mission 离BartBart Station捷运站不远的地方 有16个单位是Duet Duet是什么就是双拼 对双拼两个房子只有一道墙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不像一般Townhouse Condo六栋八栋连在一起 这只有两栋连一起 Duet和Duplex有什么差别 Duet的话它两栋是分开来卖 Duplex两栋合起来卖 卖给同一个buyer 那通常Duplex大概都是用来出租做投资的 也可以自己买下来自己住一间另外一间出租 Duet的话就是两间都是分开来卖 所以你跟你的邻居是分开来拥有 可是share一个一道墙 那就比较吸引人 有一点像single house 这个单位是1500到1600尺 小的single house 三个卧房 价位呢58万到61万 它的特点是在哪里 它是只有两层楼 只有两层楼 只有两层楼 不是四层楼的 不是三层楼 现在大部分都是三层楼的新房子了 所以小家庭来考虑的话 这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1600尺有三个房 两个半屋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而且交通方便 所以价钱还算合理 因为它有一点类似single house 因为不多只有16栋 所以我相信很快就会卖完 那这个价钱还适合 是第一次购物的 想要买 有一点像single house 第二个在 也是在Fremont 它这个就是 传统的town house 有两个卧房 或者三个卧房 两个卧房的话 1200尺 大概接近50万 49万5 三个卧房 1400多尺 57万5 它是在哪里 在Irvington Irvington District Zipcode是94538 总共有38栋房子 所以这个town house 就是传统的town house了 那Irvington District 是一个慢慢在发展的一个地区 发展的情况 现在越来越好 所以是值得投资 那第三个是在Urdenwood 9455的Zipcode 这个我在前几次 有讲过也提过 那现在卖的不错 还要排队 要抽签的 哇 这么热门 可是我觉得将来 还是有机会成长 因为它的学校不错 学校不错的将来价值 一定都是继续会上升的 因为Fremont 现在新房子不多 尤其是在好区 住宅区 学校好的区不多 它两个卧房 1200多尺的 卖45万7 三个卧房 1600尺的卖56万5 所以价钱还算合理 是的 跟其他地区的townhouse差不多 它有一个特点是 它有四个卧房的 接近2000尺 这个如果说人口多 家庭大的话 想要住舒服一点的 也不够卖62万4 所以还合理 因为它的学校关系 所以您说这个都是学校很好 然后邻居也都很漂亮的 是 它附近大部分都是新房子 所以Stanley刚才介绍的 这三个track home 都是在Fremont 在Fremont 那我们南湾又怎么样呢 南湾就比较多选择了 San Jose Evergreen 有87栋新的single house 差不多1900到2200尺 三到四个卧房 价位呢 80多万 83万到90万之间 它的院子不大 而且它一个特性是说 它的driveway 就是车道是shared 一个车道进去 大概有四户是连在一起 就是分享同一个车道进去 所以他们的车房都很近 车库都很近 所以它的院子就不大了 可是还是分开来的 Individual Single Family Home 传统的独院独动的房子 只是院子不大而已 那它的特点是什么 学校不错 在Evergreen好的地区 附近都是新房子 它的学校 小学API score945 这么高 高中865 所以相当不错了 是的 所以它的特性是新房子 新的single house 在好的地区 这当然价钱也就高了一些了 对 那San Jose Santana Road 这个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 那我也算是年轻人 是 在它旁边有一个三层楼的town house 新的town house 紧挨着Sentana Road吗 是 走路就可以走到 就是把以前的一部分的parking lot 都已经destroy掉 现在盖房子的就是指的是这些了 不是 是在它后面 另外一个地区 那可是走路就可以走到 一走出来就走到了 听听看这边的多少钱 它是传统的三个卧房 三层楼的town house 三个卧房1500尺 大概卖到68万9 然后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 两层楼的town house 它在边间有一个两层楼的 虽然它中间的都是三层楼 它边间是两层楼 它的建平1460尺 三个卧房 可是要卖到76万 比那个三层楼的要高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喜欢两层楼 那它三层楼的四个卧房 1780尺的就卖到76万了 那跟那个两层楼三个卧房的 价钱要到的是一样 是主要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 爬三层楼的楼梯 所以它有它的特性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将来 我相信还是会继续增值 因为Sentana Road 现在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区 不但吸引本地客 连观光客都跑到那个地方去游玩 那在它对面 Sentana Clara 实际上它的地址是 Sentana Clara的Valley Fair 那个叫做Westfield Mall 这个我在前几次提过 现在快要推出来了 已经Model Home名快建好了 36栋是两层楼的传统的Single House 小院子 当然院子地也不是很大了 可是是传统的 没有给人家share driveway的 四到五个卧房 2200尺到2700尺 它大概也要卖到 808万89万 可能要从那里起价了 因为location很好 走路过一条街就到 Westfield Mall Valley Fair Mall 然后再走到 Stevens Creek的对面 又是Sentana Road 所以这个location 非常吸引人 所以我相信 这个地方是 Appreciation有 就是增值有潜力的 所以能够挤进去 买到第一个Face的话 我相信将来 还是会有增值的潜力 那它除了这36栋 两层楼的Single House以外 它还有74栋 是三层楼的Single House 有点像Town House一样 可是没有连起来 它的价钱就稍微低一点 因为它的建品比较小 1800到2100尺 大概从81万82万开始 他们的地都有多大呢 如果说三层楼都就没有地了 就跟Town House一样 只是没有连 如果说是Single House的话地 我想大概不是很大 Maybe都是3000到5000 最了不起了 可能没有到5000尺了 3000到4000了不起了 现在如果说要找大的地的话 只有两个地方 哪两个地方 一个是Morgan Hill Gallery 一个是Dublin St.Ramont 除了在Santa Clara Sunnyville 在Sunnyville 很快就在两个月之内 就会推出来 有一片新房子 是6000尺的地 Single House 不简单 3000尺的建平 6000尺的地 3000尺的建平 盖在6000尺的地上面 可是卖价要从130万开始 因为是Sunnyville的关系 它的Zip Code是什么 94086 94086 是 不过我相信还是有人愿意 因为有很多人要Move up 它原来一个房子 也许只有1800尺 觉得不够了 想要住大一点的房子 又想要离办公室近一点的 那那是一个选择 然后在三五岁东边 在靠近95148 Zip Code East Fortale 这个是有 比较接近传统的Single House 有前院后院 第3000到6000尺之间 4000到6000尺之间的地 建平也不小 2000尺到2300尺 这就是传统的设计 四个卧房 可是价钱不贵 67万到71万 对啊 所以是Great Value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价钱 比较低 是因为它的location 它的学校并不是特别好的 所以如果说你不在乎学校 或者小孩子上私立学校 这是可以考虑的 对啊 这两个都是很Solid的Reason 是啊 并不一定每一个家庭 都要花大把钱 去买了一个比较自己认为 不是那么美观 不是那么新的房子 然后是在一个学区 很好的地方 没有错 所以这个省下的钱 如果说送小孩子上私立学校 反而可以住到相当不错的房子 享受Better Living Style 70万就可以买到一个传统的Single House 在这三户车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不过不多 只有十来栋而已 然后在Blossom Valley 也是传统的Single House 可是它也是Share Driveway Share Driveway就是 这个车道进去有四栋合起来 大家享用 这可能是地形 还有设计的 才引起的这样子的 并且这样成本也比较低一点 这是一个趋势 原因是地越来越贵 这样子的话 充分利用这个地 它就可以多见几栋 价钱可以压低一些 要是每一栋 要有自己的Driver 它地要画大一点 那每一户 它的成本就增加了 那它的建平是 三个卧房是1660 四个卧房1900到2100 那它的价钱 从68万到74万 它的特性在哪里 它是传统Single House 所以比较吸引人 而且它的最大的设计 四个卧房的 2160次 楼下有一个卧房 这是很多人需要 现在很多人考虑退休的时候 都想到说 想要在楼下有个卧房 不用爬楼梯 的确是 并且有一些人 他们的父母亲 从国外来这边住的话 就把楼下这个房子 就给老人家住 是 因为它楼下卧房 就不用爬 爬上爬下 厨房 客厅 饭厅 都是在楼下 在一楼 车房 车库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这些Stanley您都自己看过吗 除了还没有model home的之外 是 所有的新房子 我都看过 真的是新屋的expert 那如果说在稍微朝北一点 在Pala Alto附近了 有没有新屋房子出现 有没有新的房子出现要卖的呢 是 在转到Pala Alto之前 还有一个我要提一下的 三号塞北边 95133的zip code 有三个建商在建Townhouse 其中有一个卖的价位比较低 三个bedroom 三层楼的 1500尺 卖到差不多4748万 为什么我提这个呢 因为这是现在 上次所有新房子里面 价位可以算是最合理的 可是它的租金并不便宜 可以做到大概2500到2600 所以作为投资的眼光来看 其实这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是唯一剩下可以做投资的 在南湾这一带 今天其实Stanley 每一句话都是讲在点子上面 都非常重要 在新屋方面有任何的需求 或者有任何的问题 请致电Stanley曾 408-777-8900 休息一下近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您想找最让您放心的贷款公司吗 Nova Financial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Nova Financial曾庆安会为您找到 最适合您的贷款需要 曾庆安 Stanley曾 诚恳亲切 体贴顾客心理 不给予任何压力 让您轻松贷款成功 Nova Financial电话 408-777-8900 408-777-8900 资深财务顾问 Helen Ho 侯秀琴 将于10月27号本周六 上午10点至12点 为企业业主 一人至数百人的公司 举办一场成功商业计划的座谈会 身为业主 要营造出成功的公司环境 吸引人才 留住员工 设计出前瞻性又省税的商业计划 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座位有限 请素质店Helen Ho 定位 650-678-0718 650-678-0718 或email至Helen at HoHouFinancial.com 您现在收听的是 矽谷华人电台 FM96.1 玩具历史最久 收听率最高的 华语广播电台 哇 惠敏博士算对了 贷款利息又降咯 Confuming Long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头7年固定2.75 头5年固定2.5 Super Confuming 30年固定3.625 15年固定3.0 头5年固定2.75 Super Jungle Long 头5年固定3.0 头3年固定2.75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力效 请素贴 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ng.com查新 昌星珠宝名钻总会 昌星每刻钻时都经严格挑选 相公细致 恒久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醉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Hards on Fire Roberta Coin Migimoto 肖邦 伯爵 宝格丽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要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圣河西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及Mupitas环球广场 查询请电408-983-2688 美国中文投资网 成功登陆美国资本市场 代号CIX 最新推出VIP人工智慧信号 结合华尔街大师江恩和破浪理论精髓 24小时6天服务 欢迎SVC听众拨打热线 以800-958-8561 以800-958-8561 您可以验证三只股票 看信号是否准确 网均www.chinesefn.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是周乐 Hey Stanley您好 您好各位朋友好 我们都知道像Builder 他们有很庞大的research 还有marketing的division 他们对于经济回春 或者supply demand 是最敏感的一个族群 那么现在看到新屋的demand 已经逐渐增加了 所以Builder呢 你看看今年的股票 在Home Builder的方面 几乎都要上涨45%到50%之间 这个就可见的这个端倪 就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刚才讲到了 在东湾南湾 现在Stanley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关于在Pala Auto附近的 新房的情况吗 是Pala Auto新房子不多 那最近推出来的一个是 有差不多大概20几栋吧 Single House 那这个Single House 它的设计有点像Town House一样 三层楼的 因为如果说是传统的设计 有前院有后院 那肯定是要卖到200多万了 肯定的 对可是我想因为 到底在这个价位 能够买的人不是这么多 所以建商通常不会 挑这种方式来建 所以它现在建出来的是 三层楼的 差不多是2300尺左右 可以划成四个卧房 或者五个卧房 那它刚开始推出来 在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前 推出来的时候 高估的市场 价位定的比较高 160万到170万 结果市场接受度 没那么好 是 所以建商它就重新规划 现在重新推出来 价钱降到150万以下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 差不多了 这个是 差不多是它应该有的价值了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进场 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特性是学校非常好 它是属于哪一个高中的 是刚害 是刚害 是 非常不错 OK 好 仔细讲了几个大块的地区的新房子 现在要来了解一下 其他的地区 也是稍微远一点的地区了 我们前几次提到新房的时候 都是一笔带过 说有两个地区 我们没有谈的 一个是Dublin 在东湾 Dublin是在什么地方 580跟680公路交口那边 就是所谓的Tri City 和Saint Ramon 还有Pleasanton 是属于Tri City之一 是 Dublin是一个 然后另外在南边 是Morgan Hill和Gilroy Morgan Hill在三号街南边 开车10分钟 Gilroy再开车10分钟 所以往南走 和往东走 地都比较便宜 地比较多 Dublin是目前湾区 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 整个湾区 发展最快的是Dublin 因为现在那边新房子建商 大概有十几个不同的计划 在那边推出来 那边的城市 它欢迎建商来开发 所以那边很多地 现在也都在建这些新房 各式各样的新房 从condo townhouse到singlehouse到luxury 就是豪华的豪宅都有 价位从低到高都有 那边是可以买到传统的 就是有院子 而且院子不小的 两层楼 这种大的singlehouse 真的是传统的 是传统的 而且有些还有view 因为它在半坡上 山不是很高 可是有的是有的地方有view 所以有兴趣想要买这种 住得很舒服的房子的人 这是一个机会 到这个地方 除了Dublin附近 三轮梦也是还有一些 这样的新房子 可是三轮梦比较高 价位比较高一些 三轮梦比Dublin价位要高 要高一些 那Dublin的话 它是最近开发的很快 它附近有 新建了很多商店 那华人的超市 对 华人的超市也开始 华人超市 餐馆慢慢都开始进去 因为华人开始多了 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 印度人 最喜欢买新房子 所以一旦新房子建商 它建的多了以后 华裔人口多 那当然这些商机就开始进入 会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比如说我们从Mountain View 开车到Dublin 如果没有traffic的话 要多久到 差不多一个终点吧 的确是要一个小时 是 那有些人就迟疑说 这个地方太远了 上班不方便 那我的解决办法是说 680从Dublin出来下来 要经过有一段 比较塞车的地方 就是从Plecenton 一直到Milpitas 这一段是塞车 塞得很严重的 很多人说 我怕走这一段 花很多功夫 浪费很多时间 可是这一段 现在它开了一个 是可以付费的 对 对 有一个Lane 高速公路上面 有一条线是可以付费 然后用这个Couple Lane 付费的这个车资 是根据公路上面 拥挤的程度来定的 对 这个是几个月以前 今年年初的时候 推了一个法 大概二月左右 所以实际上如果说 我们仔细算算看 每天它就算它付 要付钱 大概从三五块钱 到八块十块钱 都不等了 每个月就算是 你多花了两三百块钱 整个算起来的话 你这个房子 可以省个几十万 就是南湾跟东湾 价钱来比 可以差到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的价值 然后住的环境 又差了很多 在这边南湾的话 也许住一个很小 很旧 三层楼的 也要一百万 你到那边去 八九十万 就可以住到一个豪宅 所以生活的品质 是不能相比的 对 看自己要怎么样 思考自己的trade off了 是 所以有些人如果说 他实在是觉得 交通不方便 可以用这个方式 去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 哎呀 你真是有solution Stanley with the solutions 这个其实是每个人 都会碰到的问题 只是因为我客户多了 所以总是有的时候需要 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 好 那看看南边 深厚市南边的 Morgan Hill 还有Sentown Cruise 也有啊 是 Morgan Hill 是实际上是一个 相当不错的区 在我个人看来 那那边是比较 接近乡村的这个气息 所以嘛 很多人喜欢住 人口比较疏松的地方 这是一个机会 Morgan Hill它有现建 南湾的城市里面 只有它有现建 一年只能建250栋新房子 不能多 所以那边不会成长得很快 不会相当拥挤 那边也是地价稍微便宜一点 可以住到院子很大的 甚至于还有一层楼的房子 现在一层楼的平房 现在很少人建 几乎是 人家建商都觉得赔本 是 所以那个地方是可以 那交通当然也是有一点问题 就是101往北 那一段 从Morgan Hill 一直到差不多是 Tully Road 是这一段是相当急的 可是有的时候 你现在发现说 你住在Evergreen 下山了以后 跟从Morgan Hill 上101 其实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如果说 能够避开塞车的时间 上班的话 那其实那边是可以考虑的 那边的环境 我觉得相当不错 价钱也不贵 70万就可以买到 一个很好的Single House 那这些地方可不可以得到 如果这是高速铁路 要开发 开通以后 会得到这方面的好处呢 Gilroy会 Morgan Hill大概没有 Gilroy是高速铁 高铁里面 高速铁路建好里面 预定的大战之一 所以在Gilroy 如果说现在买房子 将来的话 是有 如果高速铁路建成的话 将来是有增值的潜力的 那Morgan Hill当然也有一个 他也有他的这个机会 就是说Caltrain Caltrain本来两年前 都要破产的 最近败了这些 high tech company的支持 所以现在又活了 而且将来他会电气化 一旦电气化了以后 我想班次增多 Morgan Hill也会有 他那边有个赞 也会受到这个benefit 就是说住在那边 可以坐火车 所以我觉得这些地区 因为他的地点比较偏 所以他去年 就是过去这12个月 他涨幅没有像三号 所以涨得这么多 所以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还不错的地区 就是所谓补涨的地区 是吧 是是是 是涨得比较 比较晚一点 比较慢一点 最近听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住到Santan Cruz 在那边 搭了一个自己的窝 还housewarming party 所以我知道中国人有的 也很喜欢跑到Santan Cruz 还有那个地方叫做Aptus 方面去买房子 是有些人喜欢住在海边 那其实这些地区是很好的 华人喜欢住在有超市的地方 可是如果说想要享受大自然的话 Santan Cruz Aptus 这些地区都是相当不错的 那边新房子不多 还是有 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值得做投资 或者说做vacation home 度假度假屋的 在Aptus Aptus在哪里呢 Santan Cruz南边五分钟 再开过去五分钟而已 它两个bedroom的 它是什么 它也是townhouse 可是是两层楼的townhouse 不是三层楼的 两层楼的townhouse 两个房1100尺 卖差不多40万出头 41 42万 可是租金可以租到2300块钱 也蛮高的 所以自己来做投资 出租的 或者说自己做度假的 其实都适合 那Santan Cruz 有一些condo 也可以考虑 这些其实 因为新房子那边建的不多 所以现在能够找到新房子 也是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度假屋的 这个主意是不错的 那有些人跑到Reno 或者是Lake Tahoe 其实在我们这边 比较近的地方 像Santan Cruz 就已经有山又有海边了 也是一个很好考虑的地区 OK 还有没有其他在 我们刚才没有讲过的 有新房子的project coming up呢 推出来 未来这几个月 两三个月之内 会推出来 有两个计划 都在Milpeters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有兴趣 第一次购物的 或者是投资的人 其实这些是值得考虑 因为这些townhouse condo 它的价位不会太高 可是交通方便 所以有兴趣的人 可以来电询问 电话是4087778900 4087778900 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single family duet 或者是townhouse condo medium 这些都有 homeowner association 这个其实是在 housing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我们就留到 下一次的节目来介绍 谢谢你 Stanley 谢谢 听众朋友 上半场节目结束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哎 Michael 看你每次refinance 都轻轻松松地就做完了 而且利率都拿得很好 有什么诀窍 找Nancy Lee 她不但经验丰富 对各家银行的利率变化 审核标准 都辽若执掌 而且服务抽一流 总是能及时 亲自回复 每一位客户的查询 对各个环节跟步骤 都讲解得清清楚楚 我的好几个朋友 同事都找她做贷款 而且全都非常满意 那Nancy的电话是 408-209-0188 408-209-0188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给Nancy 您想每天精力充沛 头脑清晰地 投入工作和生活吗 有12年临床经验的田育医师 为您的健康把关 让旧疾远离 他能使您舒缓压力 有更健康快乐的生活 他也是头痛失眠 颈椎痛 坐骨神经痛 中风后遗症的专家 田育医师诊所 接受医疗及工商保险 位于2940 Scott Boulevard Santa Clara 预约电话 408-988-2738 408-988-2738 田育中医师 第二家诊所 全新开张 地址在 4633 Old Ironside Drive Suite 101 Santa Clara 预约电话 408-828-0002 828-0002 Rebecca Lean 成功地买卖了 大量 Cupertino学区房屋 房源又多又好 您若要买卖 Cupertino学区房屋 请现在就致电 Rebecca Lean 408-720-6800 408-720-6800 您有房屋缩水的困扰吗 您的房屋 没有permit吗 在房贷利率 不断创历史新低的时候 您在寻找 最适合您的贷款吗 让SVI Group的Tina Go 为您量身定制 最能够为您省钱的贷款 最低的利息 最佳方案 让您快速完成 买房贷款和重新贷款 请致电408-674-4596 408-674-4596 找Tina Go 听说最近房屋贷款 利息又降了 我也想重新贷款 Rober 重新贷款会不会很麻烦 不会的 我刚刚才做完refinance 每个月可以省很多 虽然现在银行 比以前要的文件多了些 但我的贷款经纪 Cindy刘 或是Andrew B 在一开始就想到了 不但替我拿到 很好的利率 整个过程也非常顺利 连最后的签名 都是在我家里做的 他们公司还帮我规划 如何投资地产 而且还有专职的CPA 替我解答税务上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条龙的服务 我用他们的服务 已经快十年了 是绝对可以安心信赖的 那太好了 这样一条龙的服务 就是我想要的 怎么样联络他们呢 你可以联络 Cindy刘 或是Andrew B 他们的电话 也非常好寄哦 408-306-6688 408-306-6688 他们公司还有网站 www.longonetime.com 你也可以email到 info at longonetime.com OK 我马上就联络他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Vila王 Vila你好 周乐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是的 在Cupertino 有一个Max Rio 正大财务以及地产公司 那Vila就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今天呢 我们要从经济面来看一下贷款 然后也要看一下房地产了 今天Vila就是FOMC的meeting 在10月份 两天的meeting 今天已经公告了 果然不出意外的 就是QE3呢 还是保持9月13号推出的 每个月用400亿 来收购mortgage-backed security Nothing to surprise 我觉得他也拿不出什么更新的东西了 如果这个能够执行的话 其实已经对整个市场 有很大的帮助 对房贷的市场 我觉得一个呢 就是说他通过把房贷的利率压低 然后呢 这样间接的support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建商 新屋 然后由这个 然后由这个新屋建商这些 还有房地产的这种 继续的这个改变 来support这个employee 这个市场 因为你想你如果去改造 一会我们会讲到 你去改造这个 这个制造业是很难的一件事 回来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那服务业呢 也就这么多 你怎么去create更多的服务业 我觉得现在一个key point呢 是建筑业 如果建筑业真的回转 会对美国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哎呦 好仰赖建筑业了 嗯 但是欧洲的情况呢 也是又问题重重 然后再度伤害到了整个经济 还有这个股票的市场 一看股票市场就知道了 这个是一个负面的消息 是 嗯 好 那这两个礼拜的就是 第三季度的企业的这种 盈余报告的出来非常多 从这个礼拜开始都是高峰期 大的公司都报告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个revenue是不符合理想的 真的不好 所以我们就看这两个 两三个星期初的数据呢 我们想应该是说是洗油参半 那我想最不好的呢 实际上就是您刚才讲的 各个大公司报的这个盈余 现在so far出来的都不好 大就是说当然有好的公司了 但从比例来讲 不好的呢比较多 好的比较少 而且有一些大的公司 你比如像Google这种公司 它报了这么差的业绩 你像那个IBM也不好 对吧 你如果这么龙头的 你这个等于是在各个行业里 最龙头的企业 如果你都报的不好的话 那你想想看 我觉得整个经济的情况 就比较暗淡 所以这样大大的冲击的股市 最近股市这个浮动是太大了 对从高点到现在是下跌了4%左右 NAS在受伤最大 当然大家看到Google就知道了 然后看到Apple的股票也就知道了 对那由于这些大的公司 你营运的这个业绩爆的这么不好 那我想呢你的整个employee 你就不敢去招新的employee吗 所以呢我们看到申请事业救济针的人数是增加的 是吧 那然后呢还有就是说 你的制造业也能看到 也是在一个比较挣扎的环境里边 还是没有真正的复苏 那我们看纽约10月份的这个制造业的景气指数呢 比8月份9月份还都差 它是减少的 然后你8月份9月份已经减少了3万多个工作 那么你10月份更差 所以整个的制造业是在一片不景气中的 哦看起来还在挣扎 那唯一一个乐观并且是正面的消息 就是来自房地产的市场了 是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如果你review最近出来的整个房地产的数据呢 应该是全面的全面的看好 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看哈 你首先看9月份新屋开工是增加了15% 达到4年的新高 这个15%的数字是很大的一个jump 而且呢它达到了87.2万户 这是新屋的开工 再看许可 就是新屋的许可证 许可证呢表示未来的半年到一年 它的这种指数 它的这种趋势这种指数 也是大涨了11% 达到了达到了7.9万户 那上周再看 如果你的新屋的开工和你建筑许可都这么好的话 那一定证明这个建商的信心是非常足的 我们看到10月份新出炉的建商的信心指数呢 达到了41% 这是6年来的最高点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建商现在已经整个的开始了 他们复苏的布局 买地 然后申请许可 然后开工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这是整个从新屋建商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要再看就是二手屋 因为二手屋呢 是现在整个market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 就是一个体现 9月份中间房价呢 是在上升的 达到了183,600美元 比去年同期涨了11.3%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跳动 这是全国的数字 全国的数字 这是从那个全国的这个 realtor association出来的数字 另外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指标性的这个这个数字呢 就是eventory 库存 因为一般来说呢 你的库存呢 也是反映整个市场一个非常非常sensitive的指标 一般我们来说是以六个月为界限 如果低于六个月就表示市场恢复正常 而且是很好的 现在的库存呢 现在是5.9个月 全国 要求量很大 对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你无论从新工 新屋开工 到许可证 到建商 到二手屋 到库存 全部的数字 告诉你 房地产市场已经复苏 而且快速成长 所以这个政府的介入 还有Fed 持续的把利息压在低点 的确是对房地产的复苏 有直接的影响的 我觉得这次Fed 它它就是说 它打到了一个key point 因为如果你一直买债券的 你债券买进来以后 它这个钱肯do anything 它可以去找股票 它也可以去买基金 它也可以去投机 no matter 可是这次Fed呢 它买是mortgage security 这样的话呢 就实际上就点到了 它就是要把利率压低 然后呢 支持这种低的利率 来支持房地产市场 和建筑市场 针对性 这次是特强的 对对对对 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我们美国 其实这次危机呢 还有包括全球的这个金融危机呢 实际上是从2008年的 次贷风暴开始的 对对吧 那次贷风暴呢 你这样引发了 你零首付啊 你还送客人closing cost 就引发了当市场往下走的时候 客人就有一些人 就完全没有顾忌的 把房子丢回给银行 那你房子丢回给银行以后呢 那么只要一出现foreclosure 房价就会下跌 百分之十个percent 那十个percent首付的人 看到这个下跌 又把它给丢出来房子 那房价就又下降 另外十个percent 二十个percent 三十个percent 四十个percent 甚至于五十个percent 这样呢 就原来没有hardship的人 也没有那么傻的人 说现在房子三十万 我还去扛了六十五 六十万的贷款 或者五十五万的贷款 所以就会一层一层的 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这样就造成了 整个美国银行的问题 那么银行把债券 卖到了国外 就造成了整个世界的 一个金融危机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一步一步一步 就走到走出来的话 就整个的危机就爆发了 就爆爆 就整个就爆掉了 这个泡沫 那现在呢 如果你看 很多很多人 在美国的人也好 在欧洲的人也好 现在都是 原来都是把房子 当成提款机嘛 一次一次一次拿钱 现在呢 成了大漏洞了 大窟窿了 对吧 那么我们想呢 如果你要是恢复的话 也还必须从这走出来 那现在看来呢 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真正走出了困境 我想它一步一步的恢复 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助力 Vila 其实我们走到今天的 2012年的10月 对于过去2008年 subprime引起的这些危机 我们是历历在目 并且根本都不会忘记 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case发生 对对对 然后可是在贷款业的方面 好像经过了这个改变 从2008到了2009 突然就紧起来了 很多人拿天奈地奈的人 完全贷不到款 对 然后大额的贷款也不放 也没有 到恢复到今天的这个情况 等于是遍地开花 所有的program都有 然后房贷的利息也很低 唯一的就是 这个要来批准人家的贷款的条件 还是非常的严格 非常严格 现在其实整个的贷款的市场 就是说利率很低 那我们低到就是说 应该是从整体上来讲 所有的利率都是 q在历史的最低点 但是loan很难拿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幸能够拿到loan的话 我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在帮助你 那如果你拿不到loan的话 那么现在你只能拿开始去砸的话 那你就大大限制了你这个投资的这种范围 和你自己的这种 这种整个的计划就会受限制 所以如果你是能够贷到款的人 就去贷吧 这真是天赐良机 而且我不觉得他会keep多久 如果没有QE3 这次Fed再继续买mortgage security的话 我想利率早都上去了 这个会不会是大选之前的一个口号 真正大选过后了以后 他就说我不再买了 或者不买这么多了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现在我们刚才分析了 你制造也很难回头 你的服务业 你的服务业 你再提高也有很大的限制 所以现在的房地产是拯救美国经济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key point 我想谁也不敢轻易把它停掉 但是呢 也不会keep很久的时间 因为Fed毕竟不能一直撒钱 好Vila 那我们刚才从这个开始讲的 这些报告的数据呢 就知道即使是全国性的这个地方 房价已经比去年的同比上涨了两位数字等等等等 现在还没有进去买投资房子的人 他们是失掉了机会吗 现在进场又怎么样呢 刚才我们讲到了 那个乐乐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还要不要买 那我们想呢 你买房子其实两个方面 一方面你要看房价 还有一方面你看利率 因为呢 even你房价涨了 如果利率 如果利率keep在很低的水平的话 实际上呢 你如果利用这个杠杆的话 你并没有真正多付多少钱 你不要以为说我借了五万 好像就看那个五万 你要看你这个五万每个月配多少钱 因为你是用钱来衡量 你最后借的多少钱 然后按着table把它还清了 15年也好 20年也好 所以现在呢 是以我自己的experience 我做十几年贷款了 那么以我自己的experience呢 在低房价和低利率同时低的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如果你房价 你那个利率低 也许房价就比较高了 那么同时呢 你有时候你可能是房价低了的时候呢 你利率也没有那么好 两个都配合到一起 现在应该还是最好的时期之一 虽然没有去年那么好 但还是不错 还是很好 对对对 如果说去年的机会那么好 已经失去了 就不要想去年了 而是要抓到现在的机会嘛 去年我们中国人这么 我们中国人都很惊的 以至于惊到我们往往一定把最低的错过 绝对不 去年真正买的最多的是印度人 OK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Maxriel Cupertino的负责人 Vila王 手机408-307-5056 408-307-5056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Julia好久不见 你现在在哪一家公司住啊 哦 我加入了Maxriel Cupertino地产贷款公司 感觉真正找到了家 和你以前的两家公司不同吗 完全不一样 Maxriel Cupertino聚集湾区顶尖房地产贷款精英 他们不但自己做得好 还热情地帮忙我们新Agent Long Manager Villa Real Estate Manager Martin 不论是专业人品 或者是管理都绝对是一流的 那你现在一定做得很好咯 是啊 短短几个月 我的房地产和贷款成绩都增加了三倍 感觉每天都在进步 非常充实 那你建议我也加入Maxriel Cupertino吗 当然好咯 我们现在是Direct Lender 自己放款 方便又快捷 我们的Long Processor都经验丰富 专业苦干 很拼的 再难的Long也能搞定 快给我电话号码 Villa Wang 408 307 5056 Martin Gu 408 568 9556 Frank Liu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8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住宅 商业地产 投资房 写字楼 购物中心 酒庄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 313 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frank.lou88 at yahoo.com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也可登录YouTube Subscribe SVC Media 以及Facebook 搜寻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SVC Media的页面 就可以找到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精彩的节目内容 黄老师整合数学物理化学的科学逻辑 培养出美国奥林匹克数学国家队选手 更用远距教学指导世界各地学生 更多的杰出教学成果 您的孩子在国家级的数学教练指导下 逻辑思考将彻底脱胎换股 自信心从此建立 SAT级数学竞赛班即将额满 报名请数字店408-446-5194 408-446-5194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恰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参与油田开发可获政府百分之百退税 参与油田开发可获潜在高回报 参与油田开发可获全家绿卡 参与油田开发可帮助高收入高资产的家庭子女 获得大学助学金 陆凯国际能源集团 选为专家联合主奖石油业现状和投资机会 11月4日上午10点到12点半 和下午2点到5点 在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举办两场奖座 报名专线1877-988-6688 1877-988-668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Villa你好 周乐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Villa他是Max Real Cupertino的负责人 现在我们来具体的把现在的房贷的利率 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 那我们先给大家update一下现在的利率 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 就是利率整体上还是都在历史的最低水平 像Conforming就是低于41万7的Long 30年呢大概在3.25到3.375 20年在3.125 15年在2.75到2.875 10年在2.625到2.75 那你看是不是都是历史的最低点呢 这听起来都很低 Villa这个已经经过了G fee 如果要apply上去了吗 都经过了 而且我们报的是no point no fee 就是我们会帮您cover所有closing cost的利率 所以应该是历史的最低点 另外呢 如果您的Long 是在41万7到62万5之间的high balance 或叫super conforming 那30年的利率大概在3.375到3.5 15年大概在2.875到3.0 5年大概在2.5到2.625 7年在2.625到2.75 都是非常非常低的水平 那真正的大额的贷款呢 好大额贷款我们看一下 如果jumpel loan的话 那也就是说您的Long是超过了62万5 我们可以达到两个million的话 那30年大概在4.125到4.25 但是呢 如果您做5年和7年就省很多钱了 5年大概在2.5到2.625 7年在2.99到3.125 也都是历史的最低点 哎呀这听起来都是还不到三 对对对 利息实在是很低 OK好现在利息也低 然后房价呢 虽然并不是在2009年3月 那个时候最低点了 可是有几个人真正会在那个时候 去买房子嘛对不对 对对对 记不记得2009年那个时候贷款更难呢 所以现在呢是房市也好 贷款的利息也好双好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 如何利用现在比较好的机会了 对对对 那刚才呢周乐已经给大家 周乐小姐已经跟大家说了 就是说现在这段时间呢 就是说房价和利率都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的 这个贷款很多很多的program 都是二字投的 都是二点几对吧 那么我们想呢就是二点几的利率 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得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材料就美国劳工局统计的一个数字 在我们西谷湾区2010年8月到2012年的8月 这12个月里边我们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2.8% 那也就是我们的通货膨胀是在2.8的水平 但是如果你是租房子的人 您可能绝对不认为是2.8可能是10%以上 因为我们我们公司有几个agent的是负责管理别人的物业的 那我在我们平时也在看租金是多少 我想他们租金这两年至少是涨了10个percent左右 有 所以如果您是看到这个通货膨胀 您就不会看到您的钱 如果还是跟原来一样多的话 其实这个钱已经不等价了 哎呦真的 对吧 所以如果您用的是2点多3点多的mortgage的利率 实际上这个钱您是白用的钱 呀好谢谢你点名我们 其实你如果Vila把薪水啊 即使是跟10年前在相比 现在的薪水也不见得比10年前涨了有太多耶 对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呢 因为你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你不可以只用自己的工作去赚钱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如果你只用你工作的这个这个这个能力去赚钱的话 你有你年龄的限制 你要受经济的限制 你要受很多 物价上涨的限制 对所以的话呢 你一定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就是把你的钱要用 要真正去投资 不管你投资什么 你可以你如果自己没有信心 可以找专家吗 股市有股市的专家 资金有基金的专家 房地产有房地产的专家 mortgage有mortgage的专家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把钱给利用起来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在美国生活的方式 你说我不欠钱 for what 就是啊 你不欠钱 你没有cash flow 你照样是活不下去 越来越薄 越来越穷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该投资要投资 房利率这么低 一定要利用到 没有利用到 就让这些东西在自己身边跑掉 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并且不可思 机会一过去 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我有个客人 大概原来欠款30多万 然后呢 他就说我怎么去买房子呢 那我们说你就把你现在的房子值100多万 你才有30万的弄 就把它cash out吧 我们第一次帮他做cash out cash out到62万5 做了个15年的利率是3.5 因为你cash out以后银行有差值嘛 那么拿出钱来 帮他拿出来差不多将近30万 20多万 他就去买了一栋房子 那么六个月之后 我们先把他原来做cash out的房子 再重新做refinance Rate变成了2.875 他抵达和tax以后 他只付低于2 因为他两夫妇薪水都很高 然后再加上他买了这个房子 拿出去以后 他现在租出去一个月 租1800块 然后呢 这个租出1800块以后 就是他positive income 然后我们又帮他把这个房子cash out出来 他又可以去买第三个房子 所以整个这样算下来 他cash out的房子利率也很低 大概会在3.5上下15年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 把他原来的一潭死水 变成了一个整个一个 好好的一个投资的circle 那我想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 只要找到好的poverty 大概的投资回报率 我帮他算了一下 大概在6.8左右 所以他借的利率是3.5 那边的利率是2.875 他投资回报是6.8 而且我们把他做成了一个 可持续性的一动一动的去买 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帮到了 我这个客人 然后以后他们真的退休以后 现在都是40多岁的人 那我想15年 他们退休的时候房子就还清了 如果有两栋房子 一个月大概回来 就回来3000多块钱 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的确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就不求人 即使是可以拿到政府的退休金 但是那个也只是收入的一部分而已 对 真正的还有的passive income 是由于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累积下来 然后到了退休的年纪 已经把mortgage都还完了自己的租金 对对对 所以在过去发生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20072008是因为subprime 然后过度的借贷 那个时候的银行的规矩也比较松一点 所以造成了underwater等等情况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现在银行审核的标准都这么高 门槛也这么紧 所以我们自己稍微aggressive一点 因为有银行在把关 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我觉得再出现的这种 就是再出现另一个bubble的可能性少 尤其在我们这个地区 我不敢说全国 因为我们对全国市场不了解 你说是不负责任的 但在我们湾区 第一就没有多少地了 所以它的房子 就是供应是很有limited的 再一个我们有大量的人 最近这两年都是用开始买的 你这边用开始买的房子 又出租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再加上现在银行贷款的条件 是严而又严 让你付25% down 又是给你那么低的利率 你现在每个房子 都有positive cash flow进来 它怎么crash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就是小之又小了 除非有大的战争 或者大的地震 这种天灾人祸 那我们没有办法看错 但总 就如果是一般的正常情况 我觉得只能是供 现在你市场上 在我们湾区 你哪有房子 你根本就没有eventory 现在大家招进 还是eventory好 少 买不到房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但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可能还会有 另外如果你找到好的agent 一直帮你看着 还是能够买到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 把自己的钱准备好 做一些计划 是 那这些cash买房子的人 他们eventory 还是希望cash out 有的人希望cash out 但是有的人开始很多 他投资别的地方 又觉得没那么好回报 他就不cash out了 或者他有的房子cash out 其实我们也就是做这个计划 根据他的情况 根据他的薪水的收入 根据他的年龄 各个方面会给他一个建议 你应该怎么做是最好的 所以贵公司 Maxrio Cupertino 除了loan 这个房贷的部分 但是在real estate 在房地产的方面 也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其实每一年 现在都close很多很多房地产 而且我们现在agent 是越来越active 越来越有经验 所以我们这两年 除了帮客人卖房 买prime home 买了大量的investment poverty 还有帮客人管 所以我们是一个full service full service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把Vila 他的电话号码 跟大家宣布一下 Maxrio Cupertino 负责人Vila王 手机是408-307-5056 408-307-5056 坐机是408-516-4680 转223号分机 非常感谢你Vila 谢谢周乐 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七点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尝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